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走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 跟大家分享这一节经文 因为理由非常之简单 就是因为神都用很多年 去将这个灯点着 如我所说 他用六年的时间活水 但是用十五年 双泊以上的时间去讲灯 理由就像昨天所说的 其实就算在我们教会当中 很惊人的就是 真的99.9%的人 都是喜欢呵护 而不是喜欢变财 因为原来这个就是 人犯罪之后的本性 就像让方第一章 第四节说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 黑暗却不接受光 即是说原来这个是我们信主前的一个共通点 人类当自己的黑暗被光照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花里兔人就正正显示出这个问题 他们会老羞成老 甚至杀人灭口 为什么要将主耶稣 去钉一十字架 就是因为杀人灭口 在这么多年当中 当然没有人想杀我灭口 在我自己帮的当中 但在事奉里面 当我发觉我去教导 帮助 我都会很小心 选择我的语气 还有我的立场 如果我所说 就是说我的立场 原来是有两个的 第一你可以成为一个活水 第二你可以成为一个点灯的人 而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发觉 我要很小心的 永远去保持住 某一些人 永远站在受惠的那边 就是说你每次跟他聊天 他是受惠的 每一次你跟他有任何瓜葛 他都是受惠的 你任何每一次的聚会 或者甚至有份来帮忙 你都要计划 他有受惠的 他才平平安安 开心針走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 在教会当中 是选择领袖跟的 因为某一些领袖 就是使他们长期受惠 但另一些领袖就不是了 他们会付出多点的忍耐 多点的明白 多点的谅解 多点的跟从 多点的时间 多点的心力 总之什么都多 但这个我很深深明白的 因为在早年里面 如果我只要够胆 由他们站在受惠那方面 就是说我以活水身份 去帮他们那方面 转了去教练 或者是点灯的方式的话 那我的权威就受挑战 你想想 如果当时我是二三十人教会 或者二三百人教会的话 你真的很难说服他们 因为你又不是有某种成功 又或者很出类拔税的能力因高 而如我所说 他们会基本上有三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如我所说 原来当我挑战他们的黑暗 他们的黑暗就出来了 但是他们不是普通人那样出的 以前的日思夜想 就是常常说 但原来有一些人 你由呵护 变成挑战他的话 他变成回到日思夜想 都是自己的黑暗的 很恐怖的 他会日思夜想 你的不是 但是就如我所说 早年通常我遇到的挑战 就是回来 第二个礼拜回来说 又说你上次说的语气 态度 不行 你对人不对事 你偏心 就是什么都齐的 立刻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大黑暗 出到 他会鸡蛋里选骨头 他已经是会挑战 已经不是你说的对不对 是你说的 可不可以内容好一点 你的内容详细一点 精简一点 或者你的语气好一点 你的面容好一点 又或者甚至 他会执回教会当中 过去某些人都做不到 如果我所说 通常这些人 这样做的话 是没有一个留下的 就是没有一个留下的 但是他们不留下 他出去又怎样呢 我说碰钉的原因就是 这些人就从离开那天起 他就不断注目黑 换句话说 一离开 这些人立刻 就很多时候会突变 他们会分辨 离婚 打老婆 失去你的健康 就是去夜总会花天酒地 开始去 驳诈别人 威胁别人 什么都有的 有些甚至说 搞教会 搞到没几多个月 全教会都说 这个人贪钱 而各有各走 我觉得是什么都齐的 就是我挑战他们黑暗的话 他们从那天开始 他再不是注目神的应许 因为没有好处 他觉得要付出多个得着 于是他注目黑暗 但是他不知道 他注目那种不饶树和仇恨 所以他离开之后 会变成这样的光景 当然他离开那天 他没有这么想 但是25年里面的侍奉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例外 所以这是我们各个 应该是很好的警醒 当无论有什么发生 起码我们都不要偏向 走去黑暗那边 因为无论怎么计 我们一定是错的 如果我们走去黑暗那边 第二种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回去哭 自怜 觉得你对他不好 又或者甚至他会常想着 他得罪了你什么呢 他和你的关系 为什么变得这么恶劣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呢 就是说这些人呢 他信主之后 他只是期待你开护他 他只是接受你开护他 但是当你鞭策他 他不会解读这种是一种爱 或者甚至是一种的帮助 完全不会这么想的 就是很有趣的 这些可能来自他们对神的误解 但是这种的智怜 都通常有得救的 有得救的意思就是 通常会将这些人 调去给一个 整个世后开护的人 或者甚至暂时都不要 不要再鞭策他 或者教导他 不要叫他发光 也不要叫他付出 多过他的得着 仍然等他活在一个自私的层面 直到他能够有朝一日 能够行舍己这条路 而第三种人呢 他们会回去深思 然后他尝试去改变 他不会说好像第一个 他发黑 他挑战你的权威 挑战你的性格 挑战你 你叫得我做对 但为什么你不叫第二个做先 对不对 或者针对你的语气 他又不是第二个那种 他们沉醉在自己的利益 哀痛哀叹自己的失去 失去这份友谊 失去你对他的尊重 失去这份安舒 又不是 他们是第三种 他们是真的预备好 去为神父之辣 但是这些人通常 很有趣的 这些人通常 他们的背景 是非常坎坷的 我意思就是 他可能家庭是黑社会 他自己可能以前被人斩 或者甚至经过于 差不多就死的光景 他不是来自 甚至我说这些人 很多时候不是来自 一个健康的家庭 不是来自一个幸福的背景 反而这些人 他就受得鞭策 他能够在这个鞭策当中 去看到你父亲的威严 而不是说他解读 你是成为一个坏人 但是这些人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我在结束的时候 讲一个惊人的百分比 在这25年里面 在我们石安当中的百分比 其实如果我将石安的弟兄姊妹 一个一个地数 第一点我想给大家知道 如果我数十个人 在石安当中 数任何的十位弟兄姊妹 有九个你们是根本不接受教练的 九个 十个里面的九个你直成会反感 直成会憎恨 或者排斥教练 而第二个统计就是 如果我数一千个人 在我们教会 一千个人当中 现在我们当然是有千几二千人 那你现在能够想象 如果一千做比例 那我们只有二千人 那其实是几个 如果我们数在我们教会 一千个人当中 在石安当中 只有十个人 是能够有资格成为教练 就是说他自己是 变策自己 就是他不单只容许别人变策他 他乐意接受变策 并且他不单是这样 并且自己都变策自己 成为一个不断上进为神燃烧的人 我们教会当中 一千个才得十个 就是能够是原动力 自己成为教练 但是这件事一定要改的了 一定要更新的 在未来日子当中 如果我们快救光 不是只用在我们自己教会的话 那我们的教会 其实我们应该占大部分的人 都能够成为一个灯台 不单只我们接受别人的边策 我们自己都懂得边策自己 《药文》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后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上纳之更爱神 尽守自信真理 持着勇气信口 绝不拋开舍 我愿按照吩咐 行信心见证神过远 识意中心想讲真理 主啊请谁听 测我情 深远识就我追之 我心意超兴起 今我心灵燃烧 更乐意信服 全样真理 遇上缘不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